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动态分析呢 它又叫做横向分析或者是水平分析 它是针对不同期间的财务资讯做比较 因为我们会把不同年度的财务资料并列来做比较 所以它叫做横向或者是水平分析 那么常用的动态分析方法有 比较财务报表跟指数趋势分析两种 那么静态分析呢 它又叫做横向分析或者是垂直分析 它是针对同一个期间的财务资讯做交叉分析 那么因为它没有跨指尖 所以称它是静态分析 那么常用的静态分析方法呢 有共同比财务报表跟比率分析两种 那么这一集呢 老师就先介绍动态分析 下一集呢 我们再来介绍静态分析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 比较财务报表 那么比较财务报表呢 它又叫做比较分析 是把两期的财务报表呢 做一个比较 来呈现各个项目的变化 那么比较的方式呢 有四种 那么第一种呢 是增减比较 它可以显示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么第二种呢 是增减绝对金额 它可以显示出增减变动的绝对幅度 是增加还是减少多少钱 那么第三种呢 是增减百分比 那它可以显示出增减变动的相对幅度 是增加或减少的比率 那么第四种呢 是比值 那它可以显示出今年跟基期的比值关系 如果是大于1的话 就是增加 如果是小于1的话 就是减少 如果是等于1的话 就是没有变动 如果是0的话 就代表今年没有这一项 那么以下呢 老师就举一个例子 来跟同学们说明 比较财务报表要怎么用呢 那么现在就来看这个表 那么一般呢 我们在做两年期财务报表比较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今年放在前面 去年放在后面 那么现在就来做比较财务报表的分析 那么第一种比较呢 就是增减比较 这个呢 最容易就是看它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上面的项目 那么现金呢 今年是500 去年是400 所以呢 它是增加的 那么金融债券今年是100 去年没有 所以呢 它也是增加的 那么背底带账这个科目呢 要注意 因为它是减少 所以同学们在报表上会看到它带括号 但是这个带括号只是说它是减少而已 所以呢 我们只要看里面的数字就好 那么今年的背底带账是8 去年是6 所以呢 它也是增加的 那么应付公司债呢 今年是0 去年有200 所以呢 它是减少的 那么最后呢 是本期损益 那么这个呢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可证可负的 它的括号呢 真的是负数的意思 跟上面的背底带账 是因为它是减少才带括号 这样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那么本期损益呢 今年是净利20 可是去年是净损50 虽然呢 在数学上可以说它是增加了70 可是我们不会这样说 因为这样呢 容易引起误会 所以我们就不做说明了 我们只单纯说 今年是净利 去年是净损 那么第二种比较方法呢 是增减绝对金额 我们刚刚只有说是增加还是减少 没有说幅度 那么幅度的测量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绝对金额 一种是相对比率 那么增减绝对金额呢 就是采用金额作为衡量的尺度 那么增减百分比呢 就是以相对比率作为衡量的尺度 那么增减绝对金额呢 就是以今年的金额扣掉去年的金额 如果是正数的话就是增加 如果是负数的话就是减少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 那么现金呢 今年是五百 去年是四百 所以呢 是增加一百 那么金融债券呢 今年是一百 去年没有 所以呢 它是增加一百 那么背底代账这个科目要注意 因为它是减项的关系 所以呢 报表上呢 会看到它带括号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里面的数字就好 那么今年的背底代账是八 去年是六 所以呢 它是增加二 那么这个呢 在增减金额那一栏呢 要点讨看 括号里面是正数 就是增加 负数就是减少 那因为数学上的负负会得正 那么减项金额的减少呢 反而会出现正数哦 那么应付公司债呢 今年是零 去年有两百 所以呢 它是减少两百 那么最后呢 是本期省议 那么刚刚说过 那么当项目的金额 它是可真可负的时候 而且基期或者是比较期 两个有一个是负数的时候 那么所谓的基期呢 指的就是去年的金额 那么所谓的比较期呢 指的就是今年的金额 那么增减绝对金额 虽然在数学上是可以算的 但因为在解释上 容易让人混淆 所以呢 我们通常不计算 那么这个例子的本期 随意呢 就是一个可证可服的项目 而且因为今年呢 是净利二十 可是去年是净损五十 所以呢 虽然数学上 可以说它是增加七十 可是我们不敢这么说 因为会容易引起误会 同学们你想 去年亏五十 如果我说今年增加七十 就一定会有人认为是亏一百二十 而不是认为赚二十 所以呢 我们就不计算了 那么第三种比较的方法呢 是增减百分比 这个呢 是以相对比率作为衡量的尺度 那它的算法呢 就是以增减绝对金额 再除以去年的金额 然后乘上一百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下 那么现金呢 它是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就是拿增加了一百 除以四百 再乘上一百 顺利答案呢 就是二十五 那么金融债券呢 增加一百 不过去年没有 那么数学上 如果分母是零的话 就不能计算 所以呢 这一项就不能计算 增减百分比 那么背底代仗这个科目呢 是增加二 除以去年的六 再乘上一百 顺利答案呢 是三十三点三三 那我们这里呢 取三十三 那么这个项目 或许同学们又有疑问了 为什么这一次 它不会带上括号呢 老师告诉同学 这是因为我们在计算比率的时候呢 已经把它标准化了 那什么叫做标准化呢 就是以某一个项目作为基准 所有的项目呢 都跟它比所得出来的结果 因为大家都是跟那个项目比 大家基础一致 所以呢 它叫做标准化 那么背底代仗 就算因为它是减项 所以它带上括号 那增加的数字呢 也因为它还是减项 它也会带上括号 所以当这两个数字相处 自然就会剔除都是减项的因素 它就会很自然的恢复成 跟一般增加的表示方式 那么下一个呢 是应付公司债 它减少百分之百 我们就是拿减少的200除以200除以200再乘上100 算出来答案呢就是100 那么最后呢是本期损益 那刚刚说过 因为它是可整可负的 又刚好呢 今年是净利20 去年是净损50 虽然数学上是可以算增减绝对金额 也可以算增减百分比 但因为解释上容易引起误会 所以我们就不算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算笔值 那么笔值的算法呢 就是拿今年的金额除以去年的金额 所以呢 现今今年对象去年的笔值呢 是1.25 我们就是拿今年的500除以去年的400 算出来答案呢 就是1.25 那么金融债券因为去年没有 那么数学上如果分母是0的话 就不能计算 所以呢这项就不能计算了 那么背底待账呢 今年对象去年的笔值呢 是1.33 我们就是拿今年的背底待账8 除以去年的背底待账6 算出来答案呢 就是1.33 那么应付公司债呢 今年没有 去年是200 所以呢 今年对象去年的笔值是0 那么最后呢 是本期随意 我们已经说过 因为它是可证可付的 又刚好呢 今年是净利20 去年是净损50 虽然呢 在数值上是可以算笔值的 可是因为解释上容易引起误会 所以我们就不算了 那么老师呢 在把做增减百分比跟算比值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项呢 再说一遍 那么第一个 当机器的金额是0的时候呢 就不能计算增减百分比跟比值了 那么第二个 当机器很小的时候呢 计算出来的增减百分比跟比值 必须要小心解释 因为我们计算增减百分比 原来的目的是要找出有重大变动的项目 不过不见得有重大变动的项目呢 就一定是要去注意它的 我们还是要看看科目它的属性 比方说啊 像是处分资产利益 有时候处分少 金额就少 但是有可能第二年处分很多 金额就变得很大 这个时候 算出来的增减百分比呢 就会很大了 那要不要紧呢 如果像是处分资产利益 这一种不是规则性会发生的交易 其实呢 不用太在意 但如果是正常周期性的项目出生重大的变动 就要特别小心了 那么第三 有一些减相科目 比方说像是被迪待账累计折旧等等 那么在财务报表上呢 会用括号来代表它是减相科目的性质 不过它不是负数 要特别注意它的标示 以免做出错误的解释 那么最后 当增减百分比是零的时候呢 代表金额没有变动 当比值是零的时候呢 是代表本期没有金额 接下来 老师要跟同学们介绍另一种动态分析的方法 那就是指数趋势分析 那么指数趋势分析呢 它有简称为趋势分析 是以基期为标准呈现某一个财务资讯各期的变动情况 通常呢 它是适用在两期以上的财务报表 那么指数的算法呢 是以比较期的金额除以基期的金额 然后乘上一败 那么指数趋势分析呢 它能够显示的就是变动的趋势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项目都要做指数趋势分析呢 不是的 只有重要的科目呢 才需要做指数趋势分析 而且呢 某一些有特殊关联的项目 一起做指数趋势分析的话呢 会更有意义 比方说呢 像是销货收入跟销货成本 销货收入跟应收账款 那么这些项目的指数趋势分析呢 可以把它放在同一个图里面 那么在做指数趋势分析的时候呢 基期的选择呢 有三种 那么第一种呢 叫做固定基期 就是以某一期作为基期 那么这种基期的衡量方法呢 可以均一尺度的显示分析范围的变动方向跟幅度 那么第二种基期呢 叫做移动基期 它是以前一起当作是基期 那么这种悬法呢 可以显示跟前期比较变动的方向跟幅度 那么第三种 叫做平均基期 它是以观察期的平均值 或者是参考过去经验平均值当作是基期 那这种选择呢 同样也可以均一尺度的显示分析范围的变动方向跟幅度 那么第一种呢 跟第三种其实很相似 只是第三种呢 要先算一下平均值 但是它可以说明这个观察范围内的数值 跟平均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么在做指数趋势分析的时候呢 要注意两件事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基期的选择必须是正常值 而且要具代表性 因为基期呢 是所有数值的比较基础 所以呢 一定要选正常值 而且要具代表性 那么第二个呢 当基期是0或者是复数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就不能用了 这个道理呢 我想同学们应该知道为什么 就是分母是0嘛 所以就不能计算 那分母是负数 算数学可以算 但解释会有问题 不过这个负数呢 不是指向被迪单账 累积者就那种整项科目 而是指的是向本期 随意那种可证可负的项目 那老师呢 现在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做现今的指数趋势分析 做5年 我们就以X1年为基期 所以呢 X1年的指数呢 就是100 那么X2年的指数呢 就是拿180除以200 再乘上100 答案呢 是90 那么X3年的指数呢 就是拿220除以200 再乘上100 答案是110 那么X4年的指数呢 就是拿280除以200 再乘上100 答案是140 那么X5年的指数呢 就是拿160除以200 再乘上100 答案是80 那同学的指数目的指数呢 那同学们看这个指数表 可能比较没有感觉 那如果老师把它画成点线图呢 你们看看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变化了呢 那么老师刚刚说 可以把相关的科目的趋势分析图把它画在一起 你们看,老师现在就把销货收入跟销货成本的指数趋势分析图把它画在一起 你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科目 它们在这五年当中的变化情况 销货成本的增加幅度是比销货收入来得高 这就代表毛利缩小,获利能力降低 以上就是老师针对财务报表分析工具上半段所著的说明 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仔细地聆听 老师祝福各位同学,加油!